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琪和乔治玩着铲车过来了 他们也发现了山洞和旁边的警示牌 乔治很想玩沙堆 于是他们又理睬一些警示 直接开着铲车来到了沙堆前铲沙子玩 突然 佩琪发现沙堆要塌了 他赶紧把乔治往洞穴里推 两人刚跺进山洞 沙堆就塌了 还好佩琪和乔治没事 但是两人被困在了山洞里 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 公牛先生回来了 他对佩琪和乔治说 别怕 我马上来救你们 公牛先生开着铲车 把堵住洞口的沙子敞开 不一会儿 就从沙堆中铲出一条路 乔治和佩琪终于可以出来了 乔治开心极了 这时 公牛先生教育他们说 以后可不能在设有警示牌的地方玩了 很危险的 佩琪和乔治连连点头答应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调皮的小老鼠 周末 猪妈妈做了些点心装进盒子里 于是放在客厅就走了出去 可是盒子并没有完全合上 这时 小老鼠从森林里面的洞处来觅食 小老鼠坐到佩琪家门口 闻着很多香味 小老鼠毫不犹豫直接进了佩琪家 小老鼠直直盯着桌上蛋糕 于是钻进了蛋糕盒 开始吃了起来 过了不久 猪妈妈和佩琪一起到家 让佩琪把蛋糕送到林药夫人那里 于是佩琪拿着蛋糕盒 穿过丛林来到林药夫人森林小公园 把点心盒放在桌子上 突然盒子动了起来 从桌面上下来 一会儿跑过来 一会儿跑过去 佩琪挡住一栋子 并把盒子拆开 盒子里的小老鼠出来了 林药夫人吓了一跳 为什么吃了我们的点心 小老鼠二话不说 直接就跑回去 佩琪和林药夫人 一下笑了起来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 哈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巨型蛋 这天 猪爸爸开着小火车 带着佩琪和乔治回家 忽然 猪爸爸看到前方有个巨大的蛋 猪爸爸停下小火车 大家都从车上下来 好奇地围着这个蛋 佩琪尽样地问 爸爸这是什么蛋 它怎么这么大呢 我想它应该是 还没等猪爸爸说完 乔治抢先说到恐龙 佩琪无奈地说 乔治 你总是说恐龙恐龙 就不能换其他的吗 不管它是什么蛋 我们先把它带回家吧 猪爸爸说完 佩琪和乔治 猪爸爸一起把蛋 放在了小火车上 佩琪和乔治 也跟着回到了小火车上 猪爸爸继续开小火车出发了 几天后 小猪佩琪和乔治 正在卧室里玩玩具 蛋突然自己动了 看到这一幕的佩琪和乔治 赶紧围了过来 这间蛋壳一下打开 出现一只小恐龙 乔治开心地说 恐龙恐龙 佩琪则十分惊讶 哇 真的是一只小恐龙啊 小恐龙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 它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 佩琪和乔治 看到小恐龙这么可爱 都非常喜欢它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 哈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公园摘花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小猪佩琪和乔治 准备去公园摘花 穿过森林 他们来到了花园 花园里的花五颜六色 漂亮极了 小猪佩琪开心地对乔治说 这些花真好看 我们多摘点带回去 送给妈妈吧 乔治高兴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就开始 你一朵我一朵地摘了起来 很快 花园的花都被摘完了 这时 路过的小羊苏西看到了 失望地说 你们怎么把花都摘完了呀 这花园没有花 多难看呢 小猪佩琪和乔治 看了看花园 不好意思低下头说道 我们只是觉得好看 都没注意到花都没了 这可怎么办啊 小羊苏西想了想说 别急 我有办法 于是拿出魔法棒 对着花园挥了挥 一瞬间 花园里变出了许多 五颜六色的花 花园又变得美丽极了 小猪佩琪和乔治开心极了 送了小羊苏西一朵花 说道 谢谢你的帮助 最后三个人 开心地拿着花回家了 今天 乔治在外面练习骑自行车 他离活地穿过一个又一个花篮 练习得很认真 突然 一个沙堆挡住了他的去路 乔治并没有避开 而是用力地往上骑 结果自行车陷入了沙子里 乔治没有坐稳 摔了下来 他痛得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小猪佩琪听到乔治的哭声 走了过来 他看到了陷在沙子里的自行车 和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的乔治 佩琪扶起乔治并安慰他 请公牛先生来帮忙 把自行车挖出来吧 过了一会儿 公牛先生便开着铲车走了过来 公牛先生操纵了铲车 把埋住自行车的沙子 一点点地缠走 很快就把乔治 陷的沙堆里自行车 铲了出来 乔治终于又可以骑车了 乔治把自行车 让那沙子清理干净 然后开心地骑着他的自行车 为着佩琪和公牛先生 转来转去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 哈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丢失的玩具 这天乔治拿着玩具恐龙 在屋外划着滑板车 佩琪在远处的大树下叫乔治 乔治听到后跳下滑板车 把玩具恐龙放在滑板车上 去找佩琪 这时屋里的小猫走了出来 跳上滑板车 滑板车载着小猫和恐龙玩具 一起滑走了 乔治和佩琪一起回来的时候 发现滑板车和玩具恐龙不见了 乔治哭了起来 佩琪对乔治说 别哭了 我们一起去找吧 它们一路寻找着 路过河边时 看到小猫在玩着恐龙玩具 旁边放着滑板车 小猫看到佩琪和乔治 吊着玩具就跑了 佩琪和乔治滑着滑板车 去追小猫 小猫东躲西藏 追着佩琪和乔治气喘吁吁 追上小猫后 佩琪批评了小猫 你下次不可以再带着玩具到处乱跑了 乔治拿上玩具开心地笑了 佩琪和乔治滑着滑板车 带着玩具和小猫回家了 今天天气很好 猪爸爸和猪爷爷决定出门钓鱼 猪奶奶和猪妈妈一起送他们出门 猪爷爷和猪爸爸带着钓鱼工具和水桶 就出发去海边钓鱼了 猪奶奶和猪妈妈与他们挥手告别后 就在家里等着他们晚上钓鱼回来一起吃鱼 猪爷爷和猪爸爸来到了海边 他们转了一圈 最后找到了一个鱼堂的地方下沟 海里的鱼很多 他们游来游去 却没有一条咬沟 猪爷爷和猪爸爸坐在岸边 等呀等呀 等到天都黑了 还是没有钓到一条鱼 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们只好收好鱼竿 走在回家的路上 猪爷爷和猪爸爸提着空桶往家走 正好路过一家卖鱼的商店 于是他们便进去买了两条鱼 假装钓到了鱼 装在桶里回家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钓到过鱼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 哈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晚上 有钓到 有钓到 那 有钓到